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亲朋观察》。 中国一份专家的报告引发了网络关注, 68.5%的青年可付还款首付,这个较长有点太惊人。 大陆五一长假结束了,2.74亿人出游打破记录, 但是穷游和特种兵旅游却成为最受关注的两大特点。 浙江省西京排名第一,但是知情人士对我透露了真相。 初次的时候,两家大陆的房地产信息专业网站 58同城和安居客发布了一份2023年青年职业报告震惊了网络。 报告称,有68.5%的青年拥有可以支付30%及以上首付的存款, 约两成青年的职业需求较为急切,打算在今年内购房。 那报道一出呢,网友们是纷纷的评论和质疑, 很多人就问这是哪国的青年,这是平行世界的房价吗? 也有人说别闹了。 还有网友说呢,快看,天上有只牛在飞。 重新定义青年,五四青年节放假的时候过了28岁就不行了, 统计这个的时候,巴不得把60岁都算青年。 我觉得专家说的对呀,大部分年轻人可以全款买房的, 比如鹤岗这一类城市。 那青年节关心青年能不能首付, 又让老百姓买房子? 房地产公司的调查报告。 我查了一下呢,就是美国新闻周刊去年给了一组数据, 在23岁到40岁想要买房的美国人中有70%的人表示他们买不起。 从其而言,目前只有43%的千禧一代, 就是26到41岁拥有房屋。 事实上到2021年, 大约58%的美国18到24岁的人群适合父母同住。 25到34岁的人群中, 这一比例大约为17%。 在美联储十次加息和通货膨胀高起的情况下, 我相信呢, 现在的情况会更加糟糕。 所以呢, 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的青年人要远远地乐观于美国人呢? 是因为说中国人买房主要靠双方家长的四个钱包吗? 显然不是。 因为安居客的这份调查报告显示 超过72.2%的人是准备和另一半共同承担首付 或者呢靠自己攒钱。 只有26.2%的人准备靠父母支持, 另有呢14%的人想向亲戚或朋友接款。 那么这份报告里面呢, 还有一组数据吓得了网友, 参与教查的青年学历以本科为主占比74.7%。 收入方面, 46.7%的青年的月收入范围在5001到1万元, 31.7%的青年人的月收入在101到15000元。 中国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高学历超级有钱了呢? 你相信吗? 但是呢仔细想一想, 这个呢其实可能暴露了一个真相, 那就是呢这份报告的样本有问题。 真相可能就是说, 这两家房产信息平台调查了经常访问自己网站的年轻人, 而什么人? 没事呢就来逛逛这种房产专业网站呢? 那当然是对购房感兴趣的人。 从心理学角度, 我们把这个叫做幸存者偏差, 那些没有购买能力的人已经被筛选掉了, 而留下来被调查的人已经呢是少数中的少数了, 沉默的大多数没有说话。 这个呢就像二战时期, 从战场上回来的飞机呢, 看起来机翼上是弹痕累累, 但是呢当军官们说应该加强机翼, 减少损失的时候, 统计专家却说, 最应该加强的部分是灼弹较少的尾翼, 或者呢发动机等位置。 因为那些才是最容易造成致命伤, 使得那样的飞机再也没有飞回来。 所以呢这份专家报告就像大陆记者做新闻式的感觉, 记者呢在急迟的火车上采访, 这位乘客您买到票了吗? 那乘客甲买到了, 旁边这位呢乘客乙买到了, 记者呢就随机采访了十几个人, 然后高兴地发现, 虽然买票过程很艰辛, 但最终大家还是都买到票了。 那当然了, 其实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翻译下这份调查报告, 它其实还释放出来一个重大消息, 国内约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是付不起首付, 剩余三分之二的青年只有两成打算买房, 楼市再次遇冷。 我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五一长假的结果, 新华社报道说,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二点七四亿人次, 同比增长百分之七十点八三, 按可比口径恢复至二零一九年同期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九点零九,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一千四百八十点五六亿元, 同比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八点九零, 按可比口径恢复至二零一九年同期的百分之一百点六六。 全国假日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, 文旅产品供给丰富, 文化和旅游行业复苏强劲。 那么这个好消息, 好的呢, 我觉得就差这个放烟花庆祝了。 不过呢, 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处法, 就会发现, 虽然今年旅游的人数呢, 同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八, 但是人均消费才五百四十元, 而疫情前的二零一九年, 那么人均旅游消费是六百四十五元。 今年人们旅游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觉, 是贵。 其中交通今年国内单程含税, 机票均价为一千二百一十一元, 较2019年增长了是百分之三十九, 酒店。 今年的涨幅更是吓人, 有酒店涨幅最高达百分之五百九十一, 儒家汉庭快捷酒店, 那么价格涨幅也是超过了百分之四百。 有人测算说, 如果扣除涨价因素, 今年的每人消费应该是下降百分之五十三, 而不是百分之十七。 也就是说,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, 今年的五一, 中国人出游的整体评价用两个字就可以了, 穷游。 大部分人出来, 他就是转转看看, 发现一下郁闷的心情, 除了出行和酒店, 能节省的就节省。 有一个国外的朋友也说, 昨天和国内开服装小店的朋友聊天, 他说, 今年五一很忙, 因为人确实很多, 但是赚的钱和前两年差不多, 原因是逛街人多, 可真掏钱买的没几个。 而且今年大陆青年人还兴起了一种更特殊的这种旅游方式, 特种兵旅游。 所谓特种兵旅游呢, 它就是一些乘客呢, 一些游客呢, 以超级高的这种频率, 在这个短时间之内骑自行车等等出行, 一天打卡多个, 甚至十几个景点, 全程所好费用极低, 一路奔波, 而且极度的考验这种体力和独立的旅行能力, 这个感觉就像一个特种兵一样。 那最受欢迎的特种兵旅游的目的地, 往往呢就是景点相对密集, 火车、高铁和室内公共交通便利的城市, 其中北京、重庆、长沙、上海等, 都是呢旅游特种兵们最中意的目的地。 那为了省钱, 很多人他选择在火车上, 或者呢像海底捞等地方过夜, 有的呢甚至是彻夜不眠。 那么经济紧缩, 显然它影响到了一项大手大脚的学生们, 不过呢说实话, 作为家长, 对吧, 我倒是认为呢说年轻人这样的玩法是值得表扬的, 但是官方呢他可不会像我们这样看问题, 比如呢协程研究院的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彭寒, 他就对官媒表示说, 今年五一旅游市场的表现, 给了中国旅游业以坚定的信心, 确认了市场不仅正在复苏, 而且已经进入了振兴的上行通道。 今年五一长线出游的全面崛起, 将在促进大众消费, 带动人员就业等各个方面, 成为我国第二季度消费复苏的重要推动人员素。 但是呢知情人是透露说呢, 官方的这个数据恐怕注水严重。 截止到5月4号, 23个省份公布了五一旅游成绩单, 其中浙江一马当先, 五一假期的全省累计接待游客是3125亿万人次, 实际了旅游收入369.17亿元, 那么同比增长了71%,122.6%, 较2019年增长6.5%,3.9%。 但是呢, 一位知情的网友就跟我披露说, 浙江的旅游收入, 包括所有在浙江旅行社的收入, 浙江人外出跟团旅游订房也都算在浙江的收入里, 另外呢, 非诸、军兰、军情、酒店集团、 开源酒店集团的很多全国性的收入都算在浙江, 因为呢这个收入口径, 它呢是税务口发布的, 按照旅行住宿类目开票的收入, 原来呢是这样。 这个呢就让我想起来我的一个经历, 我呢曾经是给一家全国性的黄金集团企业做过呢战略咨询, 我就发现他们的一个黄金野链产的收入, 它是怎么计算的呢? 按照黄金的价值计算的, 而其实呢很多客户他只是把黄金或者呢这个金矿沙进一步的提存呢, 最后浇注成这个金砖或者金条, 那么这家野链厂它只收客户很少的一点加工费, 比如呢一克它几元人民币, 除此之外呢他们赚钱其实有一个业内人士才知道的秘密, 这是呢他们按照黄金纯度交付给客户相应数量的黄金, 但是呢他们可以从中呢提炼出其他的这个金属, 比如是白银和铜, 这样呢他也可以赚钱, 也就是说呢如果按照加工费来计算这个企业收入, 他们可能是仅仅几千万上亿的这个收入, 但是如果按照黄金的价值来计算呢, 当地政府一年就能增加上百亿的GDP, 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数字出关, 关注数字的游戏, 那么这也是中国官场非常普遍的一个做法, 所以呢中国的GDP水分是非常大的,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虚胖严重, 实际上今年的旅游暴增还暴露了一个很大的问题, 有网友就说, 现在你一个月挣两万人民币, 出去一天点房租, 剩下的钱完全可以高频率的吃外卖, 吃海底捞, 吃日料, 吃河牛, 喝奶茶, 换手机, 买冲锋衣, 买奢侈品牌包包和鞋子, 买大牌化妆品和护肤品, 听演唱会坐飞机到三亚和泰国旅游, 买新能源汽车泡夜店直播打赏, 旅游通知加入粉丝团上见长, 换一种生活方式重新计算一下, 你会发现两万人民币, 它是一笔巨款, 如果每个月全部花掉, 就能提升巨大的幸福指数, 只要你认准了不买房, 不结婚, 不生娃的三个大前提, 现在所有人都惊讶于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年轻人的消费疯狂程度, 简直是末日狂欢的即逝感, 旅游到处都是人, 中高档饭馆排长队, 奶茶喝不完, 自拨烧烤一座难求, 游客们疯一样涌向香港, 泰国, 三亚, 新加坡, 以为年轻人都是疫情三年在家憋疯了, 其实恰恰相反, 是疫情三年刚好遇见了房地产崩盘和人口快速的老化, 年轻人睡水吞舟索性亲自帮着这个进程加速, 那网友呢,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他的这个小号就说呢, 这个是人人都是加速师的时代, 那好了, 让我们呢透过现象看本质, 请欢迎喜欢我节目的这个朋友们的关注, 请朋友观察, 记得呢帮着我点赞订阅转发, 非常感谢大家, 我们下次节目见。